创造妖怪村传奇的知名设计师曾俊玲 曾是921大地震受灾部 目睹四川日本大地震罹难者触目惊心照片 面对土如其来的天灾 他认为延续生命不能只有方法 还必须有适合的救灾工具 进而开启利用机器人投入救灾的构想 并定为达尔文计划 在科技土配浓精的过程中 其实只是在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 对于其他人类真正需要的其实根本没有 那是一个很可悲的 现在大部分发生的天灾都是 那个挖土机开在那个华力队上面 然后救下面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在想 是不是有更新的方法 可以有这个快速的救援方式这样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发想 他在南投中寮偏僻山区搭建铁皮屋 作为创造机器人的秘密基地 其间有四名团队成员相继过世 也让他背负两千万债务 历经六年终于完成四尊高达八米的机器人原型 其实我做这个也都没有设计可能 就是边做边想边改这样 那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去学 从物到有 包括自己电焊 然后自己放样 配线 还有对材料的摸索这样 人因梦想而伟大 曾俊玲用了六年时间打造出救灾机器人原型 作为宣传理念 让外界重视这个议题 接下来将展开二部曲 研发生产关键原件 最后第三部曲就是技术转移 将救灾机器人付诸实现 投入真正救灾工作 地方中心黄黄中南投报道